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外星智慧生命试图毁灭地球的科幻片 《地球停转之日》 太空微生物学教授海伦 上完课回到家中给自己的妓子做晚餐时 被突如其来的警察带走了 在飞机上,他还见到了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抵达基地后,在会议中他们得知 有一个不明物体在以每秒几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 政府正准备用导弹进行拦截 各位科学家将作为灾后应急小组,前往各地支援 科学家们乘上飞机等待着 却被告知拦截失败了,地球或许将就此毁灭 不料不明物体却减缓了降落速度 最后平稳地落到了地球上 所有军队都携带武器抵达了降落地 一束百光出现后,一个人形生物从这个巨大的球体中走了出来 海伦准备伸手与人形生物接触时 却有人开枪击中了他 随后一个更大的机器人出现了 他用电波干扰了所有的电源 而当他想进一步攻击人类时 倒地的人形生物说了句话 居然马上停止了运作 人形生物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外科医生在治疗时候发现 他正在自动脱落表面的灰色皮肤 最后出现的外星人竟长得和人类没剩两样 醒后的人形生物告诉艾伦自己名为克拉图 克拉图想跟联合国交谈,但被美国部长拒绝了 部长要求麻醉克拉图,交由其他人进行审问 海伦主动要求接受这次任务 但他偷换了药,便让克拉图赶紧逃走 但克拉图还是被带去进行了测谎仪式 中途他用脑电波控制了一切 顺利逃出了监管范围 但因为身上的伤口突然裂开 克拉图昏倒在了车站的厕所 车站通知了海伦前来接他 克拉图上车后,要了海伦口袋中的药 摩擦后,之前被击中的伤口立刻就恢复了 另一边,空军部队企图用无人机来对付克拉图的巨型机器人 却遭到了他的反击 军队迫不得已用蜜蜂锁住了他 克拉图要求海伦带他去见地球上的老朋友 原来外星人早已潜伏在地球 他觉得人类十分顽劣,不肯改变 希望克拉图能启动一个程序拯救地球 随后他们行驶到一片小树林时 克拉图下车走了进去 海伦悄悄地跟着进去 他看到克拉图正用一个光球吸引了各种动物钻进去 而克拉图也向海伦坦白 拯救地球必须将人类毁灭 海伦要求他放过人类 但克拉图无法继续相信人类 正当交谈时,警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克拉图用车转了警察 但时候又救醒了他 但他们很快就被军方发现了 原来海伦的妓子雅各布看到的新闻 等知克拉图是逃犯并且拨打了电话 克拉图带着海伦奔跑在树林里 雅各布还专门跑出去告诉警方他们的所在地 正当海伦呵斥雅各布时 军方抓走了海伦 而克拉图出面把两架军机转毁 雅各布看到后,惊慌地逃跑 克拉图救了逃跑路上失足的雅各布 而另一边,巨型机器人在本人研究时 毁灭人类的程序已经悄然启动 机器人身上的分裂虫杀害研究所里所有人 这些虫子甚至不惧军方的炮火 反而变得更强大 此时,政府答应海伦让他做最后的努力 雅各布带着克拉图来到爸爸的坟墓前 跟海伦会面 但在墓碑前 母子都各自表达了自己对雅各布爸爸的想念 两人气不成声 看到这一幕的克拉图对人类有所改观 决定帮助人类终止那个程序 前往光球的途中 海伦和雅各布也受到了虫子的侵袭 危机关头 克拉图把两人体内虫子吸了出来 救了他们 最终克拉图顶着群虫的侵袭 艰难地来到了光球旁 终止了程序 虫子纷纷掉落死亡 克拉图在虫群中灰飞烟灭 光球也缓缓离开 也许这又是人类的新起点吧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或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